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乐佛最表态,我是小宇 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我跟慕斯呢,我们要出去办点事儿 所以就没法去工作室给大家录视频了 但是呢,不是已经答应大家每周日更新了吗 我们就决定在这个车上吧,给大家录一期视频 我现在连着这个GoPro呢,看着手机 那么我今天戴的是这个Tudo,蓝色的这个Tudo 如果还没有看上一期,不是上一期,上上上一期视频的 可以点击一下上面的链接,大家赶紧去看一下吧 那么它戴什么表呢,我还真不知道 可能劳力士吧,因为它那么多劳力士呢 一会儿看看我才没猜对 它今天说它不想开车了,所以呢,我就得当司机了 老粉真的是太难伺候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跟穆斯约的地方了 今年他迟到了,平常都是我迟到,今天他迟到 也算一报还一报了吧,我们就等着他呗 不过今天也算我来得比较快 疫情期间真的是车太少了 平常开15分钟才能到 今天也就开了六七分钟一脚游 而且一路绿灯 嗯,一会儿我们去哪儿给大家录一下这个视频,我跟穆斯说的是在车上给大家录,不过我觉得在车上给大家录,大家听我们俩这么空聊,是不是觉得无聊呀 我想想啊,一会儿可能录过那个Yarroband,要不然我们去那儿给大家录一下吧 还有个景什么的,大家能看看摩尔本City是什么样子 我们生活的城市 嗯,等着他来吧 一会儿再跟大家说,等他来了我们就出发,跟他商量一下 两千年以后 欸,ım,嘿,兄,知道了,知道了 没事,没事,OK 我刚才跟大家说你过去戴了劳力士,你接下来戴了什么呀 被你猜准了 还是,我懂得砍一下 哦,绿鬼 对,可爱行 不是有句话叫做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总得带点绿 可还行 最近生活不太如意 那么就带个绿鬼来冲冲洗 平时带的不多 但是今天就把它带出来了 行 那咱们顺路路过那个鸭肉band吗 要不然咱们去那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去那边反正那边环境挺好的 大家还能看看景是不是 对走出发 哈喽大家好 我们已经到鸭肉band了 那么今天这样开的还挺快的 就是一路上很顺 不怎么停车 其实疫情我没车不是我开的快 好了好了 那我们言归正传 就不要多说闲话了 因为今天时间很紧 开始吧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些什么 让我想一想 这周表现发生了个大事 你知道吗 你是说蓝色的宝鸡 还是蓝色的58 你也知道 宝鸡这东西对我就是不太感兴趣 可还行 我就不太问这问题 对 然后那58 就是你知道作为劳力士的小弟 这个最新产品 肯定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了 确实我在印象上 没事就能刷到这个58 以为这个疫情嘛 劳力士和地多 他们不会出新款了 结果突然搞了这么一下子 挺突然的 估计你钱包又要出血了 那当然 其实呢今天原本 monauts表行的冯老板 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蓝色的 这个不来背58的食物 那么我们也本来是打算 第一时间就给大家送上这个中文的评测 对 但是呢因为今天有点事情 不能在工作室里面给大家录节目了 所以说呢 在此向大家道个歉 那么以后争取把这个食物的评测给补上 对对对 那么说到冯老板 他其实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大家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他的Instagram 他经常会发一些特别搞笑的东西 那么给大家上个图 他也是求粉啊 那大家可以跟着他飞回星期五 对 可爱香 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会请冯老板来做客 分享一下他的这个玩表经历和个人收藏 对 那都是重量级的收藏 靠国费斯 对对对 但是呢由于这个疫情嘛 我们也不知道维州会不会lockdown 对 所以我们只能是随缘 但是呢我们跟大家怎么说呢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像我们一样 嗯 戴好口罩 嗯 然后拭目以待 对 算是我们一定会安排上 对不对 我们已经跟那个冯老板说好了 对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好的 那我们还是说回这个58 它其实是一个Tribute的表款 对吧 嗯 其实呢这块Black Bay是复刻了1958年的低座潜水表 嗯 所以说它跟现行款的这个普通的Black Bay比起来呢 它更轻更薄 它只有39毫米的表径 嗯 现行的好像是41的 对吧 但是最近很流行这个小表径 我觉得38完全是没有问题 对 因为所以说就是说这个Black Bay58为什么会火 因为它戴在手上那个整体感觉啊 是非常的像那种Vintage Sub那种 嗯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网上现在这种Vintage Sub 60年代70年代的这种Submariner 呢是非常非常的火的 嗯 就很受我们这些牢迷的追捧 对 那就知道你好这一口 那是蓝色的58还是非常跳的颜色 嗯 那么我觉得相比之下我这款嗯比较低调了 因为它的这个表盘是黑色的嘛 然后呢表圈也是深蓝色的 嗯 并没有那么跳 对 那58的那个你戴在手上回头绿绝对是爆表了 我自己觉得绝对不会比黑水鬼差到哪去 对 所以我也要买一块 哈哈哈哈 是 已经出已经是加上了我的这个B入list B入list B入list 可还行可还行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蓝色嘛 对劳力士和地多来说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颜色 虽然你那个绿色绿水鬼嘛 给大家再看一眼 对 绿色是劳力士非常经典的颜色 但是蓝的也是非常特别的 嗯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蓝色的只出过贵金属 是不是水鬼 对对 没错 像小宇这样子 不喜欢贵金属的 有福了 可以开始考虑58了啊 可还行 你又来了 要不要也加入你的B入list 先是不是贵金属 咱先不说 好不好 那么就看这个表圈 我觉得就不错 就怎么说呢 怎么看怎么觉得比这个普通的 Black Bay要强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可还行 我估计你是上头了是不是 有点 可能还是有点 其实呢 这个Black Bay58和普通的Black Bay都用的是铝合金的这个表圈 就是非常传统的最古老的那个heritage的表圈嘛 对对对 所以说呢 其实它的区别是不大的 那可能是就是你看到新款也是比较的这个跟我一样上头 或者被我带的 这个 可能这个navy blue吧 它确实颜色比较鲜亮嘛 视觉效果呗 对 那么其实呢 除了这个表圈之外 这个Black Bay58也是很还原了Black Bay家族的这些特点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这个上之前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 这个某丁的这个表带 然后还有200米的防水 那么还有呢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小花的表冠 因为这是它的家族特征嘛 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这个表 如果说嫌Black Bay太厚太大的那些小伙伴们 可以考虑吧 既然这个Black Bay58才发布了一个礼拜都不到 我们还有增加小tips分享给大家吗 嗯 还是跟大家说一个吧 虽然说它一定是没有家表 一个礼拜也不可能那么快 给大家说一个万能的小tips 就是说劳力士也好 然后低座也好 它的这些仿表肯定都用的是仿的ETA机型 或者说是仿的瑞士机型 像我们之前聊的这个仿的4130开模的这种嘛 要不然更高级一点呢 它就是把真的这个瑞士的ETA机型直接放进去嘛 虽然不是说缺点吧 就是说他们走时也其实还OK的 我觉得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表真中间一定是空型的 那么劳力士和帝舵真的表 他们表真中间一定是实型的 这个我们给大家上一个特写 这其实也是劳力士这个集团的 他们的一个专利 而且是专利的 专利啊 对啊 别人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以后大家分辨真假 其实就看表的正中央就行了 对对对 所以说很多人说假的这个劳力士和帝舵是一言假 其实一点都不过分的 好了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里 还是老样子 没有关注我们YouTube频道小伙伴们呢 赶紧点个关注 Instagram 我们还是基本上一周争取更新个五六次吧 那么小红书呢 大家也记得来关注一下 我们需要你们来上这个 甜筒鼠 甜筒鼠 对对对 那我们就先这样了 好的 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给我们两个留言 我们这个Instagram 这个私信啊 还有YouTube的这个评论 我们都会及时回复的 对 随时等待大家 那么也请大家记得关注 我们每周日的关心 我们不会缺席的 好的 那我们就下车给大家看一下City View 好不好 好的 拜拜 拜拜 聊着聊着就下雨了 真是天空不作美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过儿本